你需要的特質就是就是不服輸 而且就是願意努力 不怕累的 就是面對挑戰或是困難都不會退縮 好的歡迎收聽奧會告訴Body仔 我是主持人居住班崇宜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的這一位嘉賓 我們感到非常非常榮幸 因為他是我們在台灣 在跆拳道項目的台灣隊長 這個很多我們有在關心跆拳道運動的粉絲朋友們 對他應該都是相當相當的熟悉 那我們這位台灣隊長就是劉威廷 威廷你好 哈囉大家好 那威廷是彰化人對不對 對我是彰化人 對 那在1995年出生 那據說你在小時候本身本來是對田徑比較有興趣 我一開始練跳高 練跳高 對我一開始練跳高 而且你身高其實很高嘛對不對 你196公分 哇那那也對籃球也很有興趣 就是我從小就對運動都很有興趣 就是什麼運動都會想要試一下 嗯哼哼哼 哇這田徑然後又對籃球也是相當有興趣 但是怎麼樣會有接觸到跆拳道的期間 因為我稍微研究一下發現說你的爸爸是柔道的這個專長嗎 哦他是以前以前對以前有練過柔道 是那那那那那你自己是為什麼會投入到跆拳道了 對我接觸到跆拳道是因為我記得是國小三年級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學校剛好暑假有個就是那種夏令營之類 他就到了夏令營 是然後就去就我媽就覺得說不然暑假沒事做不然就去就去學學看 是因為你本身是個好動的小孩 對我就很喜歡運動 是 所以那時候去練然後覺得還不錯 嗯那時候就跟家裡說不然就是固定晚上一個禮拜兩天去道館練習 是聽說你之所以會從事跆拳道好像說因為覺得道府很帥有這件事情嗎 對啊因為那時候道府全身白色的 哈哈哈哈而且綁刀袋看起來就很帥 是其實好不瞞大家其實我小時候也曾經上過幾趟跆拳道也是因為道府很帥啦 所以我可以相當了解威廷當初這個這個初心啦 那當然威廷這幾年在我們台灣的這個跆拳道項目可以說是相當大的貢獻啦 這所謂台灣隊長那也在2017的世大運是拿下的男子團體組的銀牌 是 那也出征兩屆的奧運2016跟2020啦 那你提到說跆拳道是你這輩子最不後悔的選擇 是沒錯 那是一個感覺可以完全感受到你的熱情啦 那當然我們先從這個你的奧運經驗我們先來談起 剛才提到說你生涯兩度參加奧運2016跟2020 那第二次還是隊長請問這個心態上有什麼不同 第一次的時候比較像一個小朋友 是 因為那時候還有那個中家家學姐 嗯嗯嗯嗯 對她是有點像是她是帶著我們然後去比賽 是 然後而且第一次心態上也比較緊張啦 嗯嗯嗯嗯 然後也也很就是特別的興奮 是 然後在第二次的時候因為有第一次經驗 然後自己心態上是會比較冷靜一點 嗯嗯 然後就變成說像就變成我是隊長了 然後我要帶領著他們那些比較小的對 對 對 但隊長呢這個字老實說我相信是一個沉重的包袱吧 沒錯因為其實隊長很多部分要當隊員跟教練中間的溝通橋梁 那教練也會因為你是隊長所以你要做領袖 你要做這個表現給他們看 所以要求會更加嚴格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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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作為2020那一次的奧運你作為隊長 你認為說你在如何帶領大家來面對挑戰 因為像你講的不是不是你自己一個人的問題 你現在你是算是比較資深的隊員 那更是隊長你怎麼樣去帶領大家面對挑戰 我比較多會是去鼓勵他們 嗯嗯 可能訓練很累的時候 或者是感覺他們比較低潮的時候 狀況比較不好的時候 是 我就去多跟他們聊聊天啊 嗯 多去溝通或是跟他們喊個加油 嗯 之類的會多去鼓勵他們啊 算是去鼓勵他們 嗯嗯嗯嗯 但這個身份的轉換會讓你覺得說 應該會覺得比較辛苦吧 因為畢竟不是管好自己就好 還要管到別人的狀況局呢 就是一個責任啊 畢竟教練給你這個職位 就是你要去做好你這個任務這樣 是是是 但其實我在做你的功課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就是說 在剛剛說你參加兩屆的奧運 2016的禮約跟2020 其實2021的東京奧運啊 那兩次的奧運 你剛才說到身份不同 據說在你心理上的衝擊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你說在禮約那一次你說你哭了像類人 但在東京的那一次你就相對很冷靜了 嗯對就像我剛剛說因為第一次 心情的起伏比較大一點 然後那時候對於這個 比賽勝負的那個感覺也比較重 因為你有提到說那個時候你在禮約的時候 你像是個小朋友 對 第一次站到那個大 我要叫大官員 然後已經都很興奮了 對 對看的比較重一點 但第二次不是說看的不重 但是心境上就是成熟許多 對啊 所以不會像第一次的這麼 雖然一樣會難過 一樣會難過 但是不會像第一次這樣就是 欸對啊在那邊哭這樣 畢竟東京奧運還有這個隊長的身份 然後隊長在隊員的面前 展露太多情緒的話 我相信應該有或多或少會影響到你的隊員們 我想應該多多少少會 哈哈哈哈 那當然威亦婷是在2021的全運會奪金之後 算是完美落敵 對 是也算結束了選手的生涯 那接下來 目前是轉身教練 對沒錯 那在回饋我們台灣的這個跆拳道 其實我相信這可能跟剛剛提到說 在2020你當隊長的那一個身份轉換 我現在有點類似的 就是說 你不只要管你自己 接下來你要管別人 你認為這做教練之後你的身份 調適上有沒有什麼不適應 嗯 我覺得教練跟選手差比較多的是 教練思考的方向會比較多 不是只有顧你自己了 你還是要顧整個團隊 那你就要去思考說 怎麼樣讓他們去進步 因為每個人的程度不同 一開始當教練 最需要克服的是標準 是 我最一開始練習我會以我的標準 我自己做得到標準 來去要求他們 是 但就會發現好像不行 因為 因為每個人是不一樣的個體 平常心講 跟教小孩一樣 沒錯沒錯 跟教小孩一樣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我做得到 你們到底為什麼做不到這樣 然後就會比較容易生氣 但我後來就是慢慢看得比較開 因為每個人 條件不一樣 身材不一樣 量級也不一樣 所以就是要因人而異這樣子去做 我覺得其實像 之前我有機會跟一些 退役的放學選手聊天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選手 退役之後也是變成教練 那就會提到說 其實在做選手的時候 就最難適應就是說 你在做選手的時候 重心拱樂 就是團隊要來配合你 但是你做教練的時候 變成說 哇選手把球打出去 你要去負責把它撿回來 因為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做一些 拱人家的事情 那對你來說 你心態上需要有調適嗎 可是我可以 其實我自己是滿接受 因為以前 好我當選手的時候 教練也是這樣配合我 對 那他為了也是 我們的成績好 是 那相較現在我去配合他們 也是為了說 他們的成績好 是 如果他們成績有起來 那我就覺得 我做這一切是值得的 嗯哼哼哼哼哼 對所以我其實不會 我覺得滿OK的 不會排斥這樣 傳承啊 傳承啊 對啊對啊 那就是 我想從 威婷的這個回答當中 可以感覺到說 對他來說 台灣的跆拳道能夠更好 才是他最在意的 不一定是個人的成績 或是感受如何 那 除了教練的身份之外 你是不是也有 開始有當評論員嗎 轉播員 對啊轉播員 剛剛差點講球評啦 因為不是球 是評論員啦 有在這個拳小景 或是全國國小杯跆拳道錦標賽 算是評論的初體驗 對對沒錯 感覺如何 跟以往 可能接受採訪啊 接受訪問 那個是 真的滿不一樣的 嗯 因為你要你要去 講得讓觀眾可以聽得懂 是 因為不是所有的觀眾 都是知道這個運動 了解這個項目 是 所以要及時的再把場上的狀況 然後分析出來 然後講的簡單一點給觀眾去了解 這個滿困難的 就一開始欸 好像還沒有抓到那個重點這樣 是 那 但 感覺起來 會是你 將來想要 多方 多嘗試 我覺得 對我覺得 呃 對我來說 我覺得感覺也是還不錯 嗯 可以用不一樣的角度去看這場比賽 嗯 嗯 對於教練 我覺得對於教練這個成分也是一個 嗯 很好的體驗 但畢竟 一樣嘛 跟選手不一樣嘛 你在做為一個評論員的時候 就像我們 之前在做 主播的時候也是一樣 因為鏡頭對著你 那 我想那是個不一樣的體驗吧 對對對 對 因為之前你在選手的時候 反正是算是側拍你 因為你在比賽 你專心的就是比賽 嗯 但是你在做 主播或是賽評的時候 其實 我想那感覺是很不一樣的 是沒錯 但因為以前 當選手的時候 其實有些 訪問也是要對著鏡頭 嗯 當然 雖然還可以習慣 就是不會說對於看到鏡頭 會不習慣的這種 是是是 聽說你在那一天 從事評論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也對於我們台灣的 現在一些小選手的表現 你認為非常震驚啊 我們的小選手啊 不管是青年或青少年 他們動作的程度 相較我以前啦 我都覺得比我們以前好很多 嗯 嗯 對啊那個基本功或是態度 我覺得都還不錯 就你 也有一個很不錯的生涯 那你現在退去的選手的外衣 那你又 持續的在台灣的跆拳道領域 在做努力 那 以你這樣子來看 你覺得說 要成為一個跆拳道選手 對於像 像你那天在轉播的時候 看到那麼多小選手 或是說很多 對跆拳道有興趣的小朋友 你覺得要成為一個跆拳道選手 需要有什麼樣的一個特質 心理素質也好 我認為啦 第一個是 就是 不只是台上 一個是 運動員 光要成為運動員 其實 你需要的特質就是 就是不服輸 而且就是願意努力 不怕累的 嗯 就是面對挑戰或是困難 都不會退縮 那 談到 細節類的項目 他肢體的碰撞非常多 是 我們很常那種 腳撞腳的啊 哪裡撞在撞去的啊 嗯 所以我認為 對 談到選手會需要 勇敢 能夠忍痛 對忍耐 真的 因為 真的很我們其實 每一個選手 就是身上 一定多多大小小的會有傷 是 對啊一定 這裡踢到那裡痛 這裡什麼的會痛 所以 而且在比賽場上 你有可能這腳踢到 哇很痛 可是你要忙忍耐 是 對一個是忍痛 然後一個是忍耐 就是很艱苦的訓練 尤其有時候我想選手是必須要帶傷 上場比賽的嘛 像你的 是啊 你的腳是一直有個傷勢在嘛 對我之前就是半月版 是 左腳左西半月版都有破損 受傷 嗯 所以忍耐非常重要 是 那當然你在你的跆拳道選手生涯當中 你做到了我們國家隊就是跆拳道項目的隊長 那 呃 譬如說你的生涯 選手生涯 你 退下 退休的 那一個據點的時候 當下是什麼樣的感覺 在我 就是 2021的全運會 對 我就知道我打 踢完要退休了 但在我踢完的當下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滿平靜的 可能因為事先已經 準備好了 或是已經有 這個 心裡已經大概知道了 所以到那一個時刻的時候 反而沒有什麼任何特別的感受 是 那 但其實我看你之前在 呃 受訪中曾經提到說 因為你在 東京奧運的時候 呃 像你剛剛提到說在十六強止步 齁 那當然 那個算是你在奧運的 就是最後一舞嘛 Let's Dance 嗯 那 但是好像沒有辦法取得 比預期更好的成績 是不是有一種不完美 但是你好像認為說那個不完美 其實就是 其中一部分 後來想通的 哈哈哈 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想通的這個心路歷程嗎 一開始但是很 心裡會很不能接受 就畢竟 呃設定的最後一個國際賽 就是中興奧運 嗯 那前面會參加過許多比賽 是可能其他的國際賽啊 你輸掉會有難過 可是這不是我的最後一個目標 嗯 所以我都是可以為了 呃可能這次難過 但我知道我可以繼續調整 因為他有下一次 他有下一次 對還有下一次 對 可是中興奧運是最後一次了 對 所以那時候一開始 輸的時候是真的很難過說 就是這樣的結果 嗯 可是過了過了一陣子 自己去思考說 我的人生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這麼 這麼完美 是 對啊 可能就是要留那麼一點點遺憾 你的人生才會精彩 剛剛其實在我們訪談的一開始 就提到說 你對籃球運動是滿有興趣的 嗯 身高也高啦 那你 聽說你是Kobe的粉絲 嗯 沒錯沒錯 那你認為說像Kobe的這種 心理素質 我想要說心理素質 大家都知道所謂的那個 曼巴精神 你認為說對你 對你 這一路走來 對 或者說面對挫折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幫助嗎 就是Kobe帶給我的感覺是 他對於那種勝利的渴望 嗯 以及他熱愛籃球 以及對籃球那種堅持 我很喜歡他 他講過一句話 嗯 他有一次受訪的時候 是 他講說 他問那個記者說 你看過凌晨四點的洛杉磯嗎 哈哈 對 他解釋說因為他凌晨四點 那個時候是已經起床 對 開始訓練 他每天都四點 對 對 所以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非常鼓舞 對一個運動人 他已經拿過了NBA的冠軍 但是還是繼續這麼做 他那一份的堅持是非常值得去學習 那你自己的人生座右銘 其實就是 你有看過凌晨四點的國訓中心嗎 哈哈 我覺得就是 那一句會一直在我 人家問我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一開始想到就是這一句 是 就是Kobe的那一句話 你有見過 對 不管你你人在哪裡就是 你有見過凌晨四點的髒話嗎 哈哈 對對對 非常非常幽默 然後 當然我們剛才在訪談一開始就提到說 你說過 跆拳道是你這輩子最不後悔的選擇 嗯 我想這句話有他的浪漫在裡面 那當中一定帶有很多堅持辛苦的訓練 在你已經結束了選手的生涯 那目前在邁向人生下一個篇章 一樣是在跆拳道借努力 你說跆拳道對你來說的意義是什麼 我覺得啦 他就像爸媽的感覺 嗯 對 因為我一開始去學習 就是有點像 跆拳道就教著我 他教我很多事情 是 對 不只是這個跆拳道 也有包含一些我們這個跆拳道裡面的含義 比如說尊師重道 尊重對手 嗯哼哼哼 或是我們會像道場敬禮 是 打掃自己的訓練場 是 對我覺得那個是 他也是在教我 然後現在 我也是要依靠著他 嗯 對 依靠著跆拳道 然後也希望跆拳道變得更好 是 我會覺得有一種這種感覺 嗯 這麼多年來跆拳道給了 劉威廷非常非常多的養分 嗯 我相信也帶你看了世界吧 對不對 是沒錯 對嘛齁 那個兩屆的奧運 我們 台灣在奧運項目的台灣隊長 雖然說他 目前是退去的選手身份 那成為一位跆拳道的教練 持續 但是要持續的再回饋我們 台灣的跆拳道 因為跆拳道呢 在這些年來也給了他 如此多的養分 那今天很開心呢 能跟威廷聊天 那 也謝謝你 撥時間接受我們訪問 那節目最後當然是提醒我們 所有聽眾朋友們 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 阿會告訴玻璃仔的話 那也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按讚訂閱還要加分享開啟小鈴鐺囉 那再次謝謝威廷今天很開心 那希望你接下來 事事順心 一切順利 謝謝 掰掰